哈喽大家好久不见 回归的第一个福利就是他们 Mary Michael的这对于美人可以说是人见人爱 网上其实图解也很多 不过都是以提花形式的方形杯垫 那我就来分享一个特别一点的立体花形 这个花形呢跟着图解一步一步的来做 其实不算太难 关键的是要配色好看 这个是我配的一些颜色 给大家提供一个配色的思路 顺便提一下我这次用的是店铺心上的蕾丝线 颜色非常的春夏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哦 图解的链接我会放在下方的信息栏 大家记得要去看 那我建议你们把图解打印出来 然后再跟着一起做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图解 首先呢是环形起针起六个短针 然后一二三四五 这五圈就是普通的环形勾织 那圈数你可以自己去决定 像我演示当中我是勾两圈 然后就换色了 那你也可以选择勾三圈换色 这个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来演示一下环形编织的部分 环形起针 另一针 接下来勾六个短针 抽紧 抽紧 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面 引拔 再第一针 接着在每一个针目上面都勾一个加针 穿到刚刚的同一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加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勾加针 这样第二圈勾完应该加到了12针 我现在是勾完了12个针目 那你从第一个这个针目开始数数到这里最后一个针目应该总共是12针 把这个线抽出来 用剪刀剪断 这边线取出来 把这根线穿针 然后从刚刚的第一个针目的这两个针目上面同时穿过 拉紧 拉紧 然后再从最后一个针目的外侧的辫子上面穿过来 拉紧 接着再把线头藏到背后就可以了 顺便可以把刚刚的这个线头也一起收一下 这样子当中这个最小的圈就做完了 接着我们取出第二圈的颜色 从任意一个针目 现在总共应该是12个针目 从任意一个针目上面入针 勾过来 立一个起立针 接下来一圈是每隔一针加一针 那我们在刚刚同一个针目 可以顺便把后面的这根线头一起收进去 同一个针目先勾一针 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加针 再下一个针目 再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再下一个针目 勾加针 接着是短针 再接着是加针 这一圈勾完 这一圈勾完应该是18个针目 最后一针是加针 总共18个针目 在第一个针目上面引拔 几粒针 好下面一圈是每隔两针 加一针目 同一个针目里先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加针 这样 然后再短针 短针 接着是加针 重复勾完这一圈 勾完这一圈 应该总共是24针 接着在第一个针目上面引拔 几粒 下一圈 隔三针加一针 二 三 下一针加针 再是勾三个短针 再是勾三个短针 然后是加一针 就这样重复完这一圈 注意这里勾完最后的加针 也是跟刚刚橄榄绿的线一样 我们把线抽出来 剪断 然后把这头的线穿针 穿过刚刚的第一个针目的两个辫子 先穿过来 然后再穿回刚刚最后一个针目的外侧辫子 再穿回去拉紧 接着在背后把线头藏起来 剪断线头 这里的白色线头也可以剪掉 好 这样子花心的部分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讲花瓣的部分 编完环形编织的部分 你要从这里来看 我们把这个图解稍微倒一下 从这里每一排的起立针来看 那最后一圈 缓形编织编到这里 然后结束引拔 引拔完了之后 从这里的第一个起立针开始编织 也就是从这一朵花瓣开始编织 先是起立针 然后对应的第一个针目 短针 对应的第一个针目勾短针 然后第二个针目呢 勾一个中长针 加一个长针 第三个针目勾长针 第四个针目 第四个针目在这里 加针的右边这根杠 先勾一个长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然后一个针目勾短针 接着是引拔 然后再起立 再勾到第二个花瓣 那第二个花瓣的顺序 是和第一个花瓣的顺序 完全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花瓣 同样的第一个针目 对应的短针 然后是中长针 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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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针加一个中长针 最后一个针目 短针 接着引拔 再起立 再勾到另外一个花瓣 就所有的规律 就按照图解上面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再倒过来 从这里的第一个起立针 开始编织 依旧是从任意一个针目 入针就可以了 勾过来先立一个起立针 第一个针目是短针 那在刚刚立起立针的同一个针目 顺便把线头收进来 勾一个短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是一个中长针 加一个长针 加一个长针 下一个针目在这里 一个中长针 再加一个长针 再下一个针目是长针 然后是长针 然后是长针 加一个中长针 顺序倒一倒 先勾长针 再勾中长针 接着是短针 好 那第一朵花瓣的第一层部分 就已经完成了 接着呢 我们在下一个针目的位置 先引拔 先引拔 然后勾一个起立针 接着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一个短针 那这个短针就是勾到这里 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短针 勾完了 如果新手帕到时候找不到这个针目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 扣上一个记号扣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边 第二朵花瓣的位置在这里 这里一圈的针目 和第一圈的这个花瓣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就稍微快速一点的带过 第二个针目是中长针 加长针 加长针 然后是长针 再是长针加中长针 再是短针 好 这样子第二朵花瓣的第一层就勾完了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朵花瓣 第三朵花瓣的第一针是在这个位置 同样的下一个针目先印拔 然后勾一个起立针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一个短针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短针里面 扣上记号扣 到会儿好找一些 好 第二个针目是中长针加长针 接着是长针 再是一针长针 再是一针长针 然后是长针加中长针 再是一针短针 好 第三朵花瓣的第一层结束 同样的方法下一个针目 下一个针目 就先印拔 起立针 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这个短针上面 扣上记号扣 第四朵花瓣的第一圈 第一个短针已经勾完了 下一个针目是中长针加长针 第二个针目是长针 第二个针目是长针 第三个针目长针 第四个针目长针加中长针 然后短针 进入下一朵花瓣 先印拔 起立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一针 短针 然后扣上记号扣 注意最后一朵花瓣 它是最长的一个花瓣 第一个短针针目勾完针目 先是中长针加长针 接着是长针 再是一针长针 再是一针长针 三个长针 然后是两针长针 也就是一个长针的加针 勾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下一个针目是长针加一个中长针 然后是短针 这样第一圈的花瓣就全部勾织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勾第二圈 我们先要找到第一圈勾的第一个短针针目 勾针穿过 同时穿过它的两个辫子 勾过来 引拔 引拔完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层的图结 第二层图结从这个位置开始看 也是依旧是引拔完成之后呢 先立起立针 然后对应的每一个针目短针 中长针加长针 然后长针 长针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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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针加中长针 短针 这一层的花瓣 然后第二圈的 第二朵花瓣的规律是一样的 然后第三 第四朵花瓣的规律是一样的 再按照图结完成第五朵 那我们就按照图结一针一针来 刚刚已经引拔完成了 所以先是立起立针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先勾一针短针 这个短针也可以扣上记号扣 短针完成之后是 下一个针目是中长针加长针 然后是长针 接着是长针的加针 接着是长针的加针 再是一个长针的加针 再是一个长针的加针 再是长针 再是长针加一个中长针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最后是一个短针 好 这时候这个记号扣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要找到刚扣记号扣的这个针目 取下来之后呢 在这个针目里面 引拔 引拔完了之后 极力针 接着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你在这个短针上面 如果你找得到 你就不要扣就好扣了 因为拿取也挺麻烦的 但你如果怕找不到 就还是扣一下 会比较容易找一些 然后第二个花瓣的规律 和第一片花瓣这里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一针针演示了 最后一针勾短针 勾完短针之后 取下这边的这个记号扣 穿过记号扣的这个针目引拔 起立 同一个针目里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扣上 扣上之后 看第三个花瓣 从这里开始 短针勾完了之后 是中长针加长针 接着是长针 接着是两针长针的加针 接着是两针长针的加针 再是一个加针 再是一个长针 再是一个长针 再是长针加中长针 然后短针结束 那第四朵花瓣的规律和第三朵花瓣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跳过演示 取下这边的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针目上面引拔 起立 短针 扣记号扣 然后第五朵花瓣的第二层 从这个针目 这里一圈开始看 短针后面是中长针加长针 中长针加长针 然后是长针 再是长针的加针 再是接下来两个针目是长针 然后是长针的加针 其实这个花瓣看着复杂 你跟着图解勾没有什么难度 你只要仔细一点就好了 再是长针的加针 有记号扣扣的地方就是比较容易勾到 然后是一个中长针 再是一个短针结束 一针中长针 最后一个针目勾短针 取下这边的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针目上面引拔